創世纪第二章第十六节 耶和华神吩咐他说 圆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除以吃 指示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吃 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当你理解了神创造这个伊甸园 然后神最后人类历史的时候 是计算一个收割时间 那你就明白现在我讲的是什么 我们讲的是原来神创造人 是有个目的的 他是要求人类在他的生命当中 是有些回应的 是有些产品的 这个才是最多人难明白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常常以为进入人生 就像伊甸园 亚当夏娃进入伊甸园一样 我们都一样进入 亚当夏娃遗留下来这个世界 这个可以说是没后伊甸园 亚当夏娃进入伊甸园 如果他真的以为进入一间戏园 由头到尾喝、吃、坐、看 那就大错特错了 明白吗? 你不能当自己进入人生 就像亚当夏娃进入伊甸园 也当自己去看戏园 那里不是戏园 那里是伊甸园 就像我和你进入人生当中 如果我们以为一生我们寻找一个所谓的信仰 只是在那里坐、在那里吃、在那里看 这就是我们自己的信仰人生 那我想让你知道 你一定收工的 你一定收工的 你枉为一个人 为什么呢? 因为由头到尾 你都不知道神栽培你的目的 我们知道主耶稣为我们死 我们身为基督徒 都说得出来的 但是问题是 他为了什么而为你而死呢? 他容许了有什么的程度 是再次开始在人类的人性当中 能够产生出来呢? 他容约了一些什么的特性 再次在被罪捆绑的人类当中 可以释放出来 他究竟为了什么而死? 这才是最重要的 明白吗? 而事实上我们知道的 原来主耶稣为我们而死 完全是回应伊甸园当中的失落 回应伊甸园当中的失落 回应伊甸园当中的错误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回到伊甸园去看看 究竟人被创造是为了什么? 我们不能以一个人类的身份 来看看我们被创造 是为了什么?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立刻想 我被创造一定要尋找人生的意义 我被创造一定要尋找人生的真谛 我为了尋找人生的真善美 我被创造有五官 那当然是五官要享受到极限 吃就吃最好 坐就坐最好 住就住最好 看就看最好 听就看最好 听就听最好 这就是人生的 对不对? 你看到这就很傻 对不对? 就像一张仓书 自己是怎样看人生的 他的鼠生 你就像一个人 用自己人类的身份去看人生 那你就会很轻易被社会 带着你走 被文化带着你走 甚至被身边的需要带着你走 你被你自己生长的文化带着你走 那你现在明白为何终于来到这个世界 它使得我们脱离今世的风俗 对不对? 让我们能够真正进入这个天国里面 应该完全是另一个文化 应该找回神创造人真正的目的 对不对? 所以当这样的时候 其实当你这样去理解 神为何去创造人类的话 你就不会在信仰当中走一走一走的时候 或者在人生当中走一走一走的时候 为什么人生这么坎坷? 人生会有这些东西? 因为很简单 因为你要问为什么的原因 你根本就不知道人生是什么 好了 原来神创造人的目的是什么? 理由是很简单 也因为有这个理由 有一个不解之迷终于解通了 什么不解之迷呢? 就是创世纪第二章第十六至到第十七节 他这么说 耶奥阿神吩咐他说 圆中国用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 指示分别是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 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所以我可以告诉你 全人类历史当中 人类用回自己人类的概念 看回这段经文 他们就会投诉 哇! 那如果神你不放别是恶树上的果子 那我们就不会降落 对不对? 神为什么这么做呢? 你想想想 挺傻的 人到这样的时刻 都仍然当神是我们的奴隶 神要围着我们的人生去做些东西 但我想你知道 连你的人生都是神创造的 为什么你不想想 神为何创造人类 对不对? 这里就是说 神在做一件事 就是普通人的思维 和神的思维 是祂的思维高过你的思维 祂的道路一定高过你的道路 因为你完全想不通 祂究竟去做什么 而当我们尝试去理解神的时候 你就会突然明白一件事 原来神创造人 是有一个目的的 事实上在这些圆当中 这里已经显示了这个目的 而因为这个目的 所以祂做了一个设定 我们称为设定 就是等于 它将人类放在一个 一成长出来的原理和原则当中 为了让人类 翌日在人类的历史结束的时候 它有成品 它有收割 它有成品 它有丰收 神可以收回它们 神所栽种在这些圆子当中的东西 在人类生命当中 其实神想收回什么 其实当我们慢慢去理解 每个圆计划 我相信这个全部可以说 一天光光 为什么 因为原来整个人类历史当中 其实神已经不单止一次 并且再次 就是当然在医治完之后 人类犯了罪之后 事实上也去到这个 我们所说的主耶稣的时代 在这个时代 神是终于将他自己的心意 去说出来 因为原来 打从一开始 神的目的 就是创造一个 和他一样形象的异类 但是问题 我们只是说 那个 选择的机能 或者会奇怪 选择的机能 很厉害吗 就好像一个电脑一样 你不能去一个厕所板 是可以选择开电脑 生电脑 你不能在厕所板 选择 你用什么apps 因为他有没有 选择的机能 根本是厕所板 你只开还是打开 但你可以去一个 iPad 或者电脑 你可以有这个 选择机能 你可以选择他上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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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里面播出一些影片 你明白我说什么 原来神创造在人类身上 我们不是一块厕所板 我们是被创造 好像一部电脑 但是问题 我们被创造了之后 我们在我们照着神的形象做 但是问题 我们照着神的形象做之后 我们还有一样东西 我们有那个机能 但是问题 我们未动用那个选择机能 使我们能够有神的形象 明白吗 这个厕所板 不能够有一个选择的机能 使他可以变成你一个人 日历 可以帮你继续时间 到你工作去到哪个时间都会提醒 今天你三点钟开会 明天你十点钟 你那个项目就会交货 你一定要交货 一个厕所板做不到这件事 但是你一个电脑可以 一个电脑会被创造出来 它是有 我们称为 记事宝的这个功能 我们不会说形象 但是问题它有这个功能 何时会变成一个记事宝的形象 是你选择了这个功能 OK 就像电脑 你可以用来做一些邪情私欲的东西 犯罪的东西 骗人家电脑的东西 那这个电脑选择了什么形象 弟兄姊妹 它选择了一个骗家的形象 但是这个电脑 如果你选择了记事宝功能 这个电脑 于是这个电脑 是有记事宝功能的形象 不过选择了这个形象 如果这个形象 你从头到尾 你打开电脑 都没有选择过这个 这个电脑 不能以这个记事宝的形象 现在你面前 它永远是一个 被压抑了的apps 被压抑了的机能 鼎姊妹 我们被创造 我们其实是照着神的形象做的 我们既然照着神的形象做 即是说 我们可以有选择神的apps 选择神的功能 这个机能在我们里面 创世记第二章第十六节 耶和华神吩咐他说 圆中各样树上的果子 你可以除以吃 此次分别是 恶树的果子 你不可吃 因为你吃的日子 必定死 你爱你我每天阔到前去 然有你带领 心满在赞许 神应会永半祟 神光已照与心里 然我口唱着赞美诗句 三不开他挂前女 其望着风书句 他心沉着只愿去 原谋是定的西伯碑 上月天 好想感人而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